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晚上 在跟 在跟团队里面的人商量 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跟你们说可搞笑了 昨天我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他们 会锁吗 然后 咱们家的姐姐跟阿姨都私信我 让我把头发扎起来 让我把头发扎起来 然后 不然跟人家干仗的话 头发这样子会比较吃亏 然后我今天真的我今天你们看 我手上戴了个皮筋 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头发真的是扎起来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家人们 然后结果就晚上回来的时候 把头发才解开的 我听话吧 真的 有好几个阿姨都私信我 说 唐唐你 你去 你去那个啥 然后你头发披头散发的 就是很 就很吃亏 然后让我把头发扎起来 我今天真的 你看皮筋 你看我平常什么时候戴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刚刚才把头发解下来 我真的很听你们话 以前是我不听话 现在我是特别听话 你们说每句话我都很认真的在听 你知道吗 让我扎头发我就扎头发 让我多带几个人我就多带几个人 可听话了 是啊 昨天就是阿姨怕他们抓我头发 然后让我把头发扎起来嘛 我就是扎了头发我才出去了 嗯 我跟大家讲讲我今天经历了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今天我今天带了很多人 然后去去他那个店里面 然后我去我去了之后 然后他小慧没有出现家人们 我今天去他店里 然后小慧没出现 就大宝呃就过来 然后一直在那里跟我说好话 你知道吧 然后就说什么的 小慧不方便呀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自己解决 然后我们两个就 坐坐在那里 然后就算账嘛 你们你们还记得吗 昨天大宝跟我算账嘛 就算我们出去吃饭花了多少钱啊 买东西花了多少钱什么的 然后我就挺挺生气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说好 我们就坐在那里算账 就坐在他店里面 然后算 然后算完之后 家人们你们你们觉得是 你们觉得是堂堂花的比较多 还是大宝花的比较多 其实我不想这样算账 我觉得很不体面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嘛 我感觉就是不要分的那么清楚哈 但是我昨天看到他 他跟我算 对 他肯定是我多呀 肯定是我多 你知道吗 我平常是个从来不算账的人 然后今天我们在他店里面 一算 我真的是我不算不知道 我一算吓一跳 你知道吗 差不多 挺多的 算了我不说了 反正挺多的 说了你们又要骂我了 反正就挺多的 然后就是 呃 就是大宝他自己 算的那个账累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 当时就是他没记 或者是他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什么的 哪有那么多 那都没有 不到 家人们不到 没有那么多 啊 不能瞎说 我 确实也没有那么多 你知道吧 但是 嗯 我不敢说 我说了你们肯定骂我的 突然 不忍不忍不忍说我好不好 不忍不忍说我 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们就别别再说我了 行吗 真的我不敢讲你知道吧 然后就差不多有个六七十吧 别说我别说我好不好 说多也不是很多 但说少确实也不是很少 六七十个吧这个样子 别吵我了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们真的别吵我了 真的我知道了 然后别说我了 我就不敢说 我知道我说了你们肯定会骂我 你知道吗 我不敢讲 反正就是有六七十个吧 就是然后 别说我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家人们 我真的我都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 我还除去了 也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让我妈知道我跟你讲绝对炸了 真的 肯定气死了我跟你讲 肯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 晚上睡不着觉了 没有 家人们我说的这个可没有算 我给他买什么衣服啊 家人们 我可没有格局那么小 家人们 我给人家买这衣服 我还给人家记账啊 我没有 我今天算的这六七十个 我可没算什么 给他买个衣服啊 啥的 这种 我都不好意思算 你知道吧 反正我 然后而且就是 为什么 减完是六七十个 家人们 我不是前几天 我不是炸了他的货吗 然后就是他那个衣服啊 珠宝啊 就那些东西 我都给他折出去了 然后大概有个七八个W吧 就前几天 然后我都给他折出去了 嗯 我就算他是还我的 我 我 这个我要给他算进去的 大概前几天那个 就是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然后我是挽回了 有六七个吧 嗯 也不是很多吧 反正但是也有六七个 然后减完之后 大概还有 还有那么多 然后我就说 以你现在的这个能力的话 你跟我说 两三个月给我 你们觉得现实吗 家人们 虽然 嗯 我也不是说 我也不是说 把人想得很坏的什么的 但是确实也不少哈 我感觉 几个月他确实也给不了我 真的不太现实 你知道吧 确实有点多 也不是说 不是说那个啥 没有 小鸟我也没有算 嗯 小鸟我没有算 家人们 嗯 小鸟的米我没有算 然后给他 就是日常开销 比如说 买衣服啥的 我都没有算 然后他前两天 我不是拿走了 他的那个货吗 然后出了六七个W 然后这个账 我给他算进去了 然后 嗯 什么 然后他就说 三 他说三个月嘛 他说三个月 然后就是给我嘛 然后我感觉 确实有点多 也不太现实 这个样子 然后 嗯 反正我就是 感觉还是不行 今天 今天这个事情 然后我也 跟我哥 然后也 也给哥哥 我们商量了 他觉得还是不行 他说要不然 你就把他的电 给盘出去 就是你给他电 盘出去的话 就是能比较快的 就是说 收回来 一笔损失 这个样子 这样会快一点 嗯 但是他们肯定是不太同意的 知道吧 然后后来 我们上午就是没有谈龙 因为小慧他也没有来 嗯 小慧他也没有来 然后本来说下午嘛 然后结果 下午他就关店了 他就直接就关店了 家人们 知道吗 然后本来我想进去 就是我们是想盘一下货的 盘一下货 然后 就是看一看 如果说是整个店铺 去盘出去的话 大概能拿回来多少 这个样子 但是下午 他们就直接关店 然后关店了之后 然后我就 哦 他对 他们就现在就是躲着我的 嗯 然后下午就是大宝 还是出面在跟我说 我说这个事情 没有 没有办法 嗯 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再聊了 然后 嗯 因为 大宝他一见我嘛 他就是那种 哎呀 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子 你知道吧 就是 就是 哎呀 就是他会给我来软的 然后 格格他们也知道 我心比较软嘛 然后下午就说 你出去吧 他说 因为我牙疼 家人们 你们看我的脸是肿着的 然后就说 堂堂你不要在店里面待着了 然后那个 你去看一下牙齿吧 我下午就去牙科了 然后格格就留下来 然后就是跟大宝他在交涉 你知道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 就是 就是今天下午 可能是格格他们给他逼的也挺紧的 可能给他逼的挺紧的 然后他 他们也是确实觉得可能不见我是没有办法了 嗯 所以说 反正格格跟我说的是 他觉得 明天应该 小慧跟大宝他们90%的概率是会出现的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他会出现吗 因为我下午去 去给牙齿消炎了嘛 就是还不能拔牙 但是可以消炎 我下午去看牙科 所以说这个事情 下午 上午是我在 算账的时候是我在的 但是下午去谈的时候 就是格格 跟我们公司的一些工作人员 一起去跟他聊的 我看格格是挺有信心的 就是他跟我说的事情 放心 他说我觉得 反正明天 反正明天小慧跟大宝应该会来跟你去谈这个事情 这样子 嗯 要狠一点 嗯 今天事情可多了 我跟你们讲 今天事情可多了 我不是对狠一点 就是 哦 我真的是 我 家人们 我不想说 因为一点米的事情 搞得太难看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现在 还 那个啥 因为他一直在说 他有苦衷 然后他又不说 他的苦衷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他一再的在否定 他跟小慧的关系 然后 可能我真的 我这个人心太软了吧 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 我们两个是不可能在一起了 这个事情呢 我现在身边所有的人 包括直播间的 包括直播间的家人 也都在劝我 一定要挽回自己的损失 其实我脑子是很清楚的 家人们 你们放心 就这一点 我还是很清楚的 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也都是为我好 啊 我也不至于说 不至于说脑子糊涂的 还想跟他在一起 这一点 我还是脑子很清楚的 只是做起事来的时候 有时候下不去手 知道吧 真的家人们 就是毕竟在一起过一场 就是 你让我自己动手的时候 我就 会有一点犹豫吧 会有一点犹豫 对 然后 还有 家人们 我 我跟你们说 你们觉得我跟大宝 我俩还能走下去吗 你们觉得我们俩还能走下去吗 你们觉得我俩还有可能吗 能 谁打的能 真的 真的假的 还有人觉得我俩还能走下去啊 吓我一跳 真的有人觉得有 没关系 你们说实话 真的有人觉得我俩还能啊 应该是不能了 家人们 嗯 我 你说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话 家人们那也是骗人的 说实话 有 因为我确实还不是很能接受现在这个事实 你知道吧 我还不是很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 你说我俩走下去 应该是不可能了 就因为每个人嘛 他都有两面性 他都有自己 心里面就是很柔软的那一面 但是也会有很理性的一面 理性告诉我是不可能了 但是感性的去说 我说一点点感情都没有了 也不可能 但是我一定会让自己的理性战胜我的感性 对不对 家人们 然后 还有一些人说 说什么我跟 最搞笑的是你知道吗 有人说 我跟大宝是两口子 说我们俩演戏呢 家人们 我跟大宝我俩在一块半年了 我说给直播间的一些黑粉听 你觉得我舍得这么黑他吗 你就是说演戏有这么去演的吗 嗯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感情这么去开玩笑的 你知道吧 我跟大宝在一块半年了 他以前多讨人喜欢 我我我干嘛要黑他 我我去黑谁 不好我去黑他干嘛呢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爱情在这里开这种玩笑的 还有人说我哪是两口子 我真的是醉了 你知道吗 嗯 我跟大宝可能是走不下去的 你知道吗 确实可能是走不下去了 然后明天 明天 明天 格格不是说小慧会出来吗 其实你知道 我很怕你们说的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在直播间跟我说小慧怎么怎么样 我嘴上说着不可能 但是我心里我有 我我肯定也会有猜测 但是我又很怕是真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是太大了 我希望不是家人们有些人说的那个样子 真的 我希望不是你们说这样 当然了 你们说了我心里面肯定会想 我心里面会想 但是我希望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样的话真的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晚上好家人们 我怕呀 我怕自己 自己做了半年多的傻瓜呀 对不对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两个人不在一起 但是我不能接受是这样不在一起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我 我是希望就是两个人哪怕不在一起 两个人是体体面面的 好聚好散的 而不是搞成这个样子 我就是傻瓜似的 对我就是傻瓜 对 投入太大了 我觉得谈恋爱这种东西吧 你不真诚的投入 那你干嘛要谈这段恋爱 但虽然今天到这一步了 家人们 我依然不后悔 你们也别说堂堂嘴巴硬什么的 我觉得没啥后悔的 就是 就可能有些东西是 这辈子你一定要经历的 一定要经历的 早早晚晚的事情吧 这个样子 然后 就是我的认知或者我的智商 我的智商可能就是 会让我经历这种事情 只能说明我自己不够好吧 对 我觉得我接受 对 就是我 我得 我得能原谅我自己 如果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会很痛苦的 我就得原谅我自己 犯下这些错误 然后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还不服输 咋不服输啊 我现在只想说 把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 家人们 我想十一回老家 我想去看看我妈 你们说好不好 因为这个事情 我中秋节 我都没有回家嘛 然后我就想着 十一不管怎么样 回去一下吧 然后 嗯 可能家里面人陪在身边 自己心里会好受一点吧 我现在就等明天了 明天看他们 会不会出现了 明天如果不出现的话 哥哥就说 就说 那他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 知道吧 今天我们是第一天去到店里面 就是待那么久 那明天我们就 就不会那个什么了 明天我们就不走了 家人们 哥哥说明天他们不出面 明天晚上我们就在他们店里面直播 我觉得他会出现 你们觉得小慧明天会出现吗 你把货拿走 我跟家人们说 他那个货不够 店里面的货 不够 就这么讲 不够赔我的 仓库我都打不开 他店里面那些货 家人们我们前几天 前几天在直播间 直播间 才炸了那么多货 你知道才 才多少钱吗 才六七个W 他现在欠我的是十倍 家人们 十倍 所以我得让他把仓库打开 知道吧 但是哥哥说的是 最好能 能就是我们把店铺转出去 这样的话 回来的会比较多 再不行 他也得把仓库打开 店里面那能放多少东西啊 对 大货什么的 都在仓库里面呢 嗯 嗯 我 我不 我现在不评价 我不评价什么 我不评价什么 大宝市 是之前是 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 怎么样的 我想评价 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吧 家人们给堂堂点点赞 没送灯牌 堂堂送个灯牌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 我跟家人们说 就是 这是你们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会儿能看我直播的应该都是铁粉吧 这是我也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今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了 你们栽栽是谁 今天有一位故人 然后给我打电话了 猜猜 来 直播间的家人们猜猜是谁给我打电话 我看看有没有人猜了 对 有人猜到了 正确答案已经在公屏上了 你们再统一一下 觉得是谁 嗯 嗯 对 嗯 唐先生给我打电话了 我真的很意外 家人们 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然后我 我愣了 我愣了大概有20秒 我是说不出话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们应该有 没有一年 一年多都没有 都没有通过电话 然后 但是他今天给我打电话 这样子 对 你们应该猜的是对的 对 嗯 就是他 他可能是上抖音 然后搜堂堂这个名字 然后就找到我了 知道吧 对 现在聊这个话题 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反正总之就是 他给我打电话 就是他 他知道了一些 这些事情 然后他 也没有什么 他就是可能有点担心我吧 可能有点担心我 然后 他就 嗯 他就给我 打电话 然后 啊我们工作人员回来 没事 继续跟你们聊 嗯 嗯 嗯 怎么都问结婚没啊 你们猜他结婚了没有啊 嗯 就是因为太好搜我了家人们 像抖音搜堂堂就直接就出来我了 就他 他什么时候发现我的我都不知道 嗯 但是应该看了我一阵子了这个样子 对 嗯 嗯 没有结婚 对 没有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嘛 然后 他 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问我 然后 那个 嗯 就问我牙还疼吗 我当时是蛮吃惊的 家人们 我在想 怎么会一两年不联系的人 上来就问我 牙还疼吗 家人们你说他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是很吃惊你知道吗 他就是 喂 然后 他 糖糖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后我就没说话 然后没说话 然后过了 过了有二十秒 然后他就直接就问了我一句 他说你牙还疼吗 然后我就更傻了 我整个懵掉了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牙疼不疼 我什么都没问这样子 嗯 应该是吧 我不知道 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看到了吧 然后他就 也没有说什么 他就问我 你需不需要那种 就是什么 呃 就是 呃 法律上面的这些 呃 帮助什么的 就是 我说不用 因为我们公司是有这些团队的家人们 就是他以为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这边需不需要这个法律方面的 然后律师什么朋友什么的 然后 呃 就说你就不要太太那个什么 不要太当回事 他说这种事情的话都是可以解决的 然后我说我这边是有的 我们这边有团队 然后他说 呃 有就好 他也没有多 他也没有多插嘴什么的 然后没有说什么 就是问了一下 你牙还疼吗 然后需不需要律师这样子 然后 没有说什么就挂掉了 嗯 嗯 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今天是 蛮 蛮 蛮稀奇的一天 真的假如一年多都没有打过电话 一年多之前打电话还 呃 好像还是因为一个公事吧 大家就是 就是 嗯 我都忘了 很久了 也是 大概说了两句就挂掉了 这样子 嗯 刚去洗澡了 吃瓜 任人也在吃瓜 对 别 现在说这些不合适的家人们 然后 不是有句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吗 对不对 只是我也很感谢他 很感谢这位唐先生 为什么 因为 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久了 他还有关注到我 然后还问我牙疼不疼 然后 问我需不需要律师什么的 对 应该是看抖音吧 我想他应该可能是看抖音 然后看 看到 我说我牙痛吧 美好的回忆 对 就是个美好的回忆吧 好人还是很多的 你看我身边的人 现在包括 直播间的家人 你们都在 你们都在 劝我要放宽心啊 什么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 人生吧 总会 经历一些事情吧 老天不能把什么好的都给你吧 嗯 明天 明天我就去他店里 然后 晚上 晚上我就去他店里面 跟你们直播 他们要是给我谈不好的话 我就在店里面给你们直播 我就不走了 嗯 嗯 什么叫见一个爱一个 我没有见一个爱一个 家人们 我哪里有见一个爱一个 那你要是不喜欢人家 你干嘛跟人家在一起 嗯 嗯 我从 我从跟唐先生分开之后到现在 我就只跟大宝在一起过 我哪里见一个爱一个 嗯 家人们 我觉得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里 我算谈恋爱谈的比较少的 而且 我并不是很喜欢谈恋爱的一个人 真的 我并不是很喜欢谈恋爱 对 我觉得工作挺重要的 但是 那你说我们这个年纪 你除了工作 除了交友 你不谈恋爱干嘛的 等以后有小孩了 就肯定也 没有 可能再天天谈恋爱 嗯 今天真的难了 不会 我们人很多 家人们 我们 我们出去人很多 去店里面人也很多 现在家人们 我跟你讲 是人家怕我们 不是我们怕人家 我跟你讲 走 走那种 嗯 就是走那种程序啥的 就是过程很漫长 过程很漫长 我也问了 家人们 结果 应该大概率也是偏向于我们的 但是前段时间 其实 其实有一些铁粉知道 我前段时间走了一个 法律程序的 有一件事情 我是走了一个 法律程序的 到现在 连一半都没走完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其实 我其实不是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这个社会的公正性 而是 而是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现在 办一件事情的一个流程 有多久 就是会把你整个人的精力耗费到 很崩溃 就是可能我来福建 我自己就解决完的事情 如果我要是走程序 我可能半年了 半年到一年 这是律师告诉我的 你快的话 半年到一年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手续 家人们如果走过的 你给我口个一 你说堂堂说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真的 就算快的 半年到一年 如果你们家里面 有人打过官司 或者是怎么样的 程序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家人 你跟我说走什么 我都知道 真的太慢了 我跟他耗半年一年 我人都疯掉了 我为了这点事 我跟他耗半年一年 走过程序的 都知道现在有多复杂 我前几个月走了一个程序 到现在连三分之一 都没走完 等我半年一年 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等结果出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店还在不在 这个米还在不在 货还在不在 你都不知道 去哪里找人家了 我跟你讲 你们说对不对 咱们哪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耗呀 我们一年后 我们就是把官司 打赢了又怎么样 说不定他店都黄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自己要是能自己办 就真的 真的就不要那个啥 家人们 我跟你们讲 打官司又费钱 又费时间 又好经历 很麻烦 而且特别是像这种 经济上面的东西 很多都是 官司打赢了 但是到执行的时候 没东西 家人们你们说 堂堂说的是不是事实 到那个时候 人家米早不知道 去到哪里了 早花干花净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还是得靠自己 你知道吗 真的得靠自己 包括我哥哥哥也是说 能拿回来多少 拿回来多少 别 别等那些什么 程序真的太慢了 尽量减少损失 是这样子的 对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能把这个店铺 转出去的话 是算是比较快的 不然的话 你等他半年一年 他一看你官司要赢了 人家自己先转手了 或者人家 人家店里面天天就是亏损的 你能拿人家怎么办 全都是屁事等着我们 这确实对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 先能拿回来多少 拿回来多少 不要再 你现在至少说 我们拿回来的是 你别管这几天 虽然拿回来的不多吧 家人们 拿回来个十分之一吧 但是这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对不对 你听别人的口头的承诺 都不如靠我们自己 女人真是太难了 我肯定要拉走呀 对不对 最起码的东西得给他拿走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这样转出去难不难 没问呢 就在当地问 先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人家得同意 对吧 人家同意我们转 人家同意我们转 第二步我们才能去找 才能去找中介 看一下好不好转 第一步人家作为股东 现在至少是明面上 人家是股东 人家要都不同意转 那这个事情 就不用再说下一步了 下一步都不用讲了 对不对 以后耍朋友 头脑清醒点 阿姨以后不耍朋友了 行不行 家人们咱们以后不耍朋友了 行不行 你们现在不要说 让我以后耍朋友 我觉得以后不耍朋友了 行不行 我真的不想耍朋友了 我不骗你们 我真不想耍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家人们 一个人挺好的 家人们 你说 你说我本来自己够吃够喝 一个人过挺好的 这可好了 这一扶贫 扶贫一夹子不说 还惹一身骚 还被人坑 我有这点米 我自己吃了喝了 花了我不好 我多孝敬孝敬我父母 不好 为啥不行呢 我以后赚了钱 我就孝敬我爸我妈 我老公也不用找了 孩子也不要生了 就陪着我爸我妈 就过就行了 我肯定不要给他了 给彭少打电话 有啥用呢 家人们 彭少远在河南呢 我现在在福建呢 我现在在福建呢 这事也不是彭少能管得了的 其实前几天彭少有给我打电话 家人们 我们两个是有打电话的 然后他问我了 然后他问我了 就是他说那个 他呢 他说你跟那个大宝 他说你跟大宝 这个 就是 反正就是问我俩这个事情嘛 然后我说 我说 我俩肯定会分开 彭少就确认了一句 他说你俩 真的就是 不行了 我说对 家人们 我在直播间 我跟彭少我俩打电话 我也是这样说的 我跟你们也是这样说的 我跟彭少说的是实话 我跟你们说的也是实话 真的 我俩真不行了 经历过这个事情 你们觉得我俩还怎么走下去 真的 真的 就是 他因为 作为 作为我的朋友吧 作为彭少 他肯定也会 去想 我俩要是 我俩要是男女朋友 就是 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知道吧 他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想着 他要是说什么 转身 就是正常小情侣吵个架 然后万一过两天 我俩又和好了 对不对 到时候他说点啥也不合适 他就确定了一句 他就说 我就想确定你一下 你跟大宝是不是真不行了 我说对 然后彭少就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问了 什么也不说了 就是你做什么 我就支持你 就可以了 知道吧 家人们 我跟你们也是这么说 就是作为我的朋友 人家可能刚开始 彭少可能以为 是我俩就是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以为我俩闹个小别扭 他还专门晚上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很确定 我说我俩是肯定不行了 真不行了 他说那我就不劝你了 正常作为朋友 不都是劝和 不劝分吗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 我也跟身边的朋友说了 对 确实也不用劝我 家人们 不用劝我 这确实是不行了 你们也看了 就发生这些事情 没办法 没办法走下去了 就这么说吧 我觉得 大宝 他不跟小慧 有什么的话 我们两个80% 可能也是不行 如果他是跟小慧 有什么 那肯定那不用说了 200% 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其实如果没有小慧 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我俩 还有点可能 这是实话 但是 如果有小慧 这个事情在的话 那确实 真的是不行了 嗯 我也给你们 就是 透个底 你们也不要 嗯 也不要再去想什么的 我俩会不会在一块 我俩不会在一块 家人们 嗯 我也不可能给你们演这出戏 给你们闹着玩 我跟你说 这就是真的 不开玩笑 真不可能了 啊 可不是给你们 什么 闹开玩笑的啊 我俩闹两天脾气和好 真不是 家人们 你们可真的 有的人可别再当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 发生这种事情 这不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家人们 确实是 非常非常认真地 跟你们说 真不行 真不可能了 嗯 现在我们就是 能挽回多少损失 挽回多少损失 然后结束 结束 就这样 如果他跟小慧有什么 那就不要 不要想了家人们 他咋的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嗯 我完全不能原谅呢 因为这是一个 伤害过我的人 然后而且已经 好多次了 一再试探我的底线 哪个女的受得了 你们自己说 姐姐们 阿姨们 你们自己 比如男朋友 或者老公 你们哪个受得了 真的一句都不要 再劝我了 他跟小慧有点啥 真的一点可能 都不行 我谈的不是 嫁不出去了 家人们 我跟你说 我会 我会喜欢大宝 是因为 当时 我跟大家说很多次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觉得 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对我很好 然后他真心实意的 喜欢我 就是这一点 打动我了 真的 就是他这一点 打动我了 还有我再说一句 不合适的 我确实没有遇到过 大宝这样的男孩子 就是他很 他很节省 然后当时 给我的感觉 我说这个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 就是确实 我当时觉得他很善良 他很节俭 很会过日子 然后 不是那种很虚荣的男孩子 就当时 我确实觉得 他身上这些东西 是很宝贵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当时喜欢的 就是这些东西 也没有说他身上 都是缺点 不是的 他也确实有他的优点 但是我感觉 你知道让我 最失望的就是 做事情没底线 家人们 你觉得我说对不对 就我不知道 他的底线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 这样一个人 他伤害过我们 我可以不去 我可以不去报复你 但是我一定 不会再跟你交往